看到了问题的重点 也道出了业者的心声 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到 其实大家也点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 政府推出的这些经济配套 的确是这一个救命的即时余 但是它的效果有限 就好像3月4月的时候 宣布了给了几百亿 每个人给个800块1000块 但是4月5月过后 这个效应烟消云散 没有了 那么昨天又在宣布 给OKU单亲妈妈300块钱 300块钱大概能够撑两个礼拜 我看也很难 两个礼拜过后 再两个礼拜过后 未来的日子怎么走 完全政府没有头绪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后门政府上台以后 推出了很多个配套 第一个经济配套 号称2500亿 第二个配套 号称100亿 昨天第三个配套 号称350亿 我去指一算 三个配套加起来 总共高达2950亿 相等于2020年 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 可是大家有发现到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好像刚才 Dato Le所说的 市场上很多朋友 都没有拿到钱 政府是宣布是一亿升 千亿升 可是市场上根本没有 很多人都拿不到钱 关键在于那里 整个过程不透明 没有整个透明度 整个黑箱作业 而且我相信 作为国会下运的副议长 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事实上 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 政府要用每一分钱 由于这设计是公款 它一定要由国会通过 它才可以花这笔钱 可是现在目前的做法 就是先涨后奏 钱花完了 然后来国会 逼国会签章盖制做 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Dato的公司 你的员工拿你公司的钱 然后花完了之后 来跟老板讲 老板盖章签名 老板问他 我几时批准你 用这笔钱 不用你批准 我花完了 才来找你 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涉及的数目 太庞大了 这个不是10亿 20亿 这个是2950亿 我们今年的 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 西门在去年通过 走马来西亚的 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 其实才3100亿 这一次的这些 所谓刺激配套 就高达了2950亿 等于是一年 花两年的钱 甚至于一代 花两代人的这个钱 那么这钱 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去 我们大家都 我跟大家都一样 都是一个问号 我们打个比方 刚才Dato已经提出了 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重点 就比如说买车 销售税可以扣100% 可以扣50% 可是二手车 没得扣 二手车 目前我们马来西亚 我给他逗一个数据 马来西亚现在目前有 4,170间二手车行 他们手上的货 大概是多达8万到10万辆车 昨天政府这个一公布出来 我今天早上电话就响起了 二手车行要打算 为什么 他们手上的存货 全部即刻贬制 马上 马上贬制 顾客今天一来上门 马上就要求扣个 最少扣个20% 10% 他们之前进货的时候 比如说 一辆Toyota Camry 进来的时候是80千 OK 今天的顾客一来 就先跟你讲60千 你卖不卖 一辆车不是赚 是先亏 如果那个老板有50辆车 他会亏到他 我看连裤子都没有得穿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如果政府要提刺激买气 我不否认 整个经济刺激背道 他做到的一点就是说 第一 他稳住社会稳定 因为刚才大豆已经说了 很多人开始呢 穷到没有半吃 房租没有钱讲 人家说 这个到了三穷水晶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治安败坏的开始 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政府呢 针对 有针对性的 开水口派钱 是对的 但是只派钱不找钱 那个是错的 因为你派钱派不了多久 就好像一个人 他是摇头猿 刚刚吃的时候 他有非常 好像人在 这个 天 好像人在天堂 可是呢 要力过了之后 就人家下地狱 因为要力消散 同样的道理 今天政府给个五百一千 拿到钱的这两天 当然还可以笑哈哈 可是呢 下个月 你就看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第一 当然 稳住社会稳定 是没有错 但是我是觉得说 在于这个经济刺激配套方面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身为国会议员的 完全不知情 也不知道政府的钱 怎么用 政府的钱 是到底是派到怎么样 所以就好像 刚才他都说 我是非常赞成 这个一百亿的 这个中小型企业的贷款 政府应该通过网页 开诚布公 公布到底是哪一间公司 拿到这个 每间公司一百万的拨款 因为这个 这些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人民有知情权 所以我们才要求 任何的这一些 动用到人民的拨款的 你一定要拿去提成去国会 然后呢 删读通过 经过立法机构 监督 制衡 审查 甚至于把这一笔账交给国会特选 特别领选委员会 我们现在都有啊 特别领选委员会 on budget 就是预算案的 然后能够针对每一笔账目 好好的算出来 这一个5000万的拨款 比如说卫生部3000万的拨款 购买这一个医疗器材 为什么没有公开招标 为什么搬给一间完全没有经验的公司 这个是不是属于反贪 勿委员会的案件 这些都要查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人民的公款 不是你私人有限公司的 这一个袋子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要捍卫人民的执行权 也同时确保 拨款不会出现太多的这个漏洞 因为我们如果 刚才其实达斗 你也相信 你也看到了 10块钱拨下来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 到时候民间真正拿到的 可能是下3块钱 过程中流逝了 7块钱的话 那该怎么办 那么你1000亿 最后剩下300亿 700亿在过程中 不知道去的哪里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们确保 在这种非常时期 政府的钱 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谈整个大格局 我认为这一个经济配套 没有做到 它应该有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应该 作为政府 应该要做什么 好 请示 谢谢